我今天才发现 今天才知道 他去这个台大的那一场 就是座谈演讲之后 他的幕僚帮他剪了10支的短影片 可是我想问一下在场的三位来宾 请问你们有看过几支 我自己啊 是因为我希望能够不要介入太多政治 所以我看的很少 几乎没有看这些东西 我希望就是我自己 维持一个比较中立的立场 不要就是我们讲英文就是说 pre-dispose 就是先被看到什么东西 那你就会有一个先加强的印象 包括我自己是一个 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政党活动 然后也没有去 从来没有支持过任何一个候选人站台 或者说什么背书什么都没有 我觉得这样对我来讲 就是说没有这种政党政治的包袱 我比较容易做评论 那我自己看侯友宜 现在的这个状况 我自己只能这么讲 就是说当年1992年的时候 柯文哲现在也不要太开心 1992年美国的总统选举的时候 当时一个商人Ross Perot 他出来一开头蛮震撼的 他领先过柯林顿跟布希 那最后他还是拿了18 接近19%的选票 那大家都认为说 那个是影响小布希 老布希年任的原因 那让柯林顿40几%就赢了 那所以这个我们今天看民调的话 我觉得这个也是差不多的这个时间 可能比我们还要更短的一点时间 他都会垮掉 那表示是说柯文哲的现象 也不是那么一定是会这样子下去 那对侯友宜来讲 今天当然他可以讲说 我现在是第三 已经到了第一点 就是唯一一条路就往上走 可是你要走也要快一点 不能那么慢 那我还是认为就是说 你要必须要就是回复 要去跟国民党的基本盘 要去对话 然后要跟韩国瑜的支持者 你要去想办法 至少如果说当大家看到 韩国瑜对你有温度 当大家看到其他 包括郭台铭对你有温度 那感觉就不一样 不是说今天那个底下你这边喊 就是你去握个手或者什么 今天就是大家都是用眼睛在看 如果说今天看到的是这几个重要的 可能在国民党里头 有他们的支持者不太愿意投你的票的 那看到他们这几个大咖 都愿意出来跟你握手 好像很有温度的时候 大家自然就那个 我们叫做Optics那个画面 就很强 那个画面超过一切 你不必自己在做宣传 你就搞那几个画面 刚刚汉林讲的 你出去真的是要积极 我觉得要感动人不是那么难的 你可以为过去 你韩国瑜在选总统的时候 你没有那么积极 你可以为过去的公投道歉 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做 但是只一旦韩国瑜 然后加上包括支持郭台铭的国民党的 这些人站在跟你有温度的站在一起 包括如果郭台铭愿意跟你一起 很有温度的讲一些很好的话 那个胜过一切了 我觉得真的 你自己也不需要做什么影片 对 但是因为就是现在没有温度 它现在就是很冷 尤其是那个 其实大家也有发现 讲到猴友宜的时候 那个流量也很冷 太冷了 其实就那个 上之哥 那十支影片 这个猴伴很认真的剪了十支 你有看到吗 我是今天才知道有十支 我看我专程 我是这样子 特别找的 要从两个角度 第一个部分 因为我们在看大量的短视频 因为我是都是看两岸三地 还有国外日本韩国的各种短视频的人 而且我有特别特别在订阅 那我是大量看的人 那么我要讲两个角度 第一个部分是 现在是侯友宜的部分的视频 我都要专程最后去找来看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 但是在我平常看到一些政治视频的时候 平台的演算法推播 基本上都没有推播到 就是说我有时候看每次 有时候看了比如侯友宜的视频之后 划一个下一个柯文哲视频就跳出来 我想很多人的经验都是这样子 然后还会出现大新闻大刀 对然后你会觉得就是说 为什么是不是柯文哲花了很多广告费 其实不是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很多人在分享 特别是很多年轻人在分享 其实有很多人在分享的时候 他的演算法当中给他的加权 就会使得他会推播给相关收看的人 所以这种东西就现在所有视频 这个世界 它就是有一个游戏规则 所以不是说你现在剪出十支视频 散布出去以后 然后这个部分 然后大家其实就会看着死去活来 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一直觉得现在 我想其实侯友宜的团队 包括侯友宜自己的问题 也都是一样 第一个不懂年轻人 第一个不懂年轻人 他们现在的生活思想 乃具在使用视频的这个 所谓虚拟或网络世界的 这个方程演算法这些法则 你现在如果是在打选战的人 你怎么可以不认真去弄清楚这些法则 然后就其所思考 包括就其所要的东西 去提出的部分 你当然现在去剪这些的部分的画面 像我们现在在看到旁边的这个部分画面 其实如果这当然是中天的记者 是当时现场去拍的 我们中天很认真帮他剪短片 对就中天剪得还比较好看一点 对我们的流量还比较高你知道 对英雄感觉 但是这里头就要 记者要注意就是说 你无论我们现在看到 其实赖清德有一模一样的问题 也就是说很有一段时间就是 你现在在幕僚团队 你所认定跟想象的 你觉得这是金句 这个部分讲得很清楚 你这个做的人 就像我们在做电视节目 那么多年就一样 我们有时候是自己认为 这个东西好看 这个东西应该收视率会好 这个东西会卖 可是就出来的时候 跟大众有距离 也就是大家就拼的 不是你剪除这个视频 而是拼的就是你剪除这个视频的内容 跟他的亮点跟他的卖点 跟他的金句 有没有真的跟你假设 大众看到的反应 还是说而且有个重点是 他看到之后就看到了 还是就是他花出了这个15秒 或花出了30秒 还是他看到之后 会非常有意思的还把你分享 对 我认为侯友宜现在有个很大的状况 就是我觉得他不知道怎么弄清楚 他现在他不知道怎么处理 跟玩弄他自己 现在排行老三的地位 因为你知道当老三便当出来的时候 这个真的很有趣 所以我觉得侯友宜就缺了一个非常在 一个高水准的政治人物的智慧 就是自我解嘲 全世界都是这样 你现在输还没有失败 输跟失败是两码子事 现在还在打有胜有输 除非你就败了那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你在输的过程里头 我们看到全世界很多的政治人物 英国美国的过去的这些政治的选举史上 都出现战时输的人 他们都非常有技巧 有能力的自我解嘲 所以当老三便当的时候 你其实可以稍微开开自己的部分的玩笑 然后从这个玩笑当中 其实你要知道现在年轻人很在意的东西 其实是反差 你现在作为一个输的人 可是你知道怎么嘲弄自己 或者是说用什么样的方式去 这个都是可以设计的 年轻人会对你这个东西会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你觉得你的幽默感 从来没有人觉得是侯友宜 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 可是幽默是呈现政治智慧 古境中外都是这样子 最有意思被留下来的政治人物印象 往往是他最幽默的意思 侯友宜一点政治幽默感都没有 所以呈现不出你的政治智慧 但是如果你的视频是诉求 是剪出这样的东西 你觉得年轻人会有什么样的部分反应 所以在这里头也要注意到一点 就是说你其实现在你有名 可是要知道你并不见得有流量 口友已经没有流量 他有很多争议 然后你知道大家对于你这样输 你讲不是什么东西 看你会觉得烦 越烦就越不想看你 然后但是有流量的人要知道 又没有转化率 真正流量当中还要能够转化 转化出对于看你的人 或这些族群当中愿意支持你 愿意影响你 你知道一直在看你视频 并不表示他支持你 你要再从看你的视频 再到最后变成愿意改变过来支持你 这个比登天还难 所以整个有关于 我们不要再说他的很多选举策略 单单就这么 刚刚我讲的这一块 对年轻人或在网络群众的 这一波的 这个当中还是有他的专业 我完全看不到 侯友宜或他的团队里的 这些专益 有一点点的研究 有一点点的想法 有一点点的策略 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很关键的理由 有中天有真相 只有中天不为诠释敢说真话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和我们一起说真话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多一分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